OSEP ML2 Squash 的扩充套件 打开OSEP之后,点选左下角的加号 在下面有三个有关于AI的扩充套件 首先我们来讲ML2 Squash 这个扩充套件 打开这个扩充套件 你必须要有Webcam 这个是属于影像辨识的部分 那目前我接了一个Webcam面向桌上 那首先这边有几个标签 标签123 如果你想辨识超过 四种以上的物件的话 你自己选择 这是学习 经由学习 然后产生 它辨识的结果 这个标签就是要辨识出谁 辨识出哪一个 那如果有收到任何它辨识的任何的一个标签的话 这边有各种的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在这里 超过11个的时候是这样子 预测11个 你自己可以定 然后这里的数量是指你辨识的 次数 应该讲说位资料的次数 比方说我学习一次 这个数量就会变1 变1 那 这个次数就很多 然后 这边有一个重置 重置就是 我学习的 资料 还有模型那些 资料你可以把它 全部清掉 就选这一个 你也可以只清某一个 只清某一个 然后你自己的 学习的资料你可以下载回来 也可以把学习资料上传上去 这个关闭分类 这一个 关闭就是 预设来说它是打开来的 这个是预设是打开来 开启 分类 就是开始辨识 关闭分类就是我不要辨识 避免 我们的电脑一直处在辨识的状况下 实际上蛮好硬体资源的 这个是 透明度 透明度 再来是 摄影影像 摄影机 分类你用哪一个 用哪一个 通常我们是用网络摄影机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示范 学习1 学习2 学习3 我们最常做的就是剪刀、石头、布 那我的做法 通常会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我按下 我按下1 的时候 学习 按下2的时候 学习 2 按下3的时候 学习3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给大家 看一下就是 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量 1 2 3 现在是0 我按下 数字键 我现在是1 假设我一根手指好了 按下数字键 1 它会跳一个 需要试炼请不要一直点击 按确定 他已经学到一个1 那我接下来我放2 按2 之后 有没有看到 我只要学一次 他就加1 然后 按3 他也一次 那我让他再学1 这样也是1 他就变2 然后 这样 2 横的 假设是这样也是3 那他辨识的准不准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标签 标签把它打开来 那我们把这三个关掉 关掉 他现在标签是 3 如果我们把1升进来 1根手指 没有 2 他还是分辨不出来 3 这什么原因 是因为 我们 学习的 假设我们 学习的 资料不够多 他有没有辨识到东西呢 有 但是辨识到的东西是3 那我 如何确定他可以辨识到 足够的东西 就是 学习够多 好那我们1让他多学习几次 好我们再来多让他学习几次 1 手放好 1 然后 然后 这样也是1 这样 也是1 也是1 好 你看到现在 辨识的次数多少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1的学习次数有多少了 6次 那我手放进去 好 这个时候 学到第6次的时候 放进去他知道1了 现在是辨识到上 所以表示他学习的还不够 好 再来 这样子 你看 斜的他知道是1的 因为我刚才有他记录他写的 好 那胖写的 1 所以 学习的次数数会影响辨识的结果 那 辨识到的资料 你要做什么事 就是 你自己去 决定 那AI的判断这一块 最 应该讲最重要的是 就是 教电脑怎么学 学完之后你要做什么事 你要有你的想法 去做 玩剪刀石头布是一个 除了剪刀石头布你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做 再来一个就是 辨识 有成功有失败的时候 辨识失败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理 这牵涉到你的逻辑概念思考 好 那我们再来看1 我们希望多一点的话那就多辨识一点 1 再来 这样也要是1 甚至我们希望 只要一根 是不是一根笔他要变成1 这样 他是1的 这样也是1的 这样也是1的 这样斜的还是3 这样是1的 那2呢 这样子是2 斜的呢 你看斜的他现在 有2 所以你2也是要多辨识一点 这个要让他学习 2 这个是2不是1 这个是2 2 这个是2 这个是2 2 歪的是2 甚至倒过来也要辨识是2 让他学习知道 这个是2 多学几次 学到 他的辨识是对的 我们再来做其他的 我们再来做其他的 3 这是3 Y的 这个也是3 3 3 这个是3 3 3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多少 变3了 到底是1还是3 还是2 现在这个是1 还有出来 这是2 这是 3 123有辨识出来 这个一个扩充套件的做法也是 就是这样 当你的资料越多 像我电脑现在辨识的资料越来越多 你就会发现你电脑的风扇 开始 好 疯狂的吹 CPU 会用的更多 所以这是 ML2 Squatch的用法 所以那这个学习套件你可以怎么样 执行 这一个积木 他会 把这一个 模型 存成Datsun的方式 存 你可以下载下来 好我假设我把它下载下来 我把它改名字好了 000好了 存起来 那你也可以经由 这一个 上传的积木 我下次就不用再学习 我直接选择上传的积木 我 上传这个 选择档案 你把你刚才的档案把它选择进来 这样就可以 直接使用三次的模型 就不用再学习了 简单的介绍是这样 你要好好的去思考说 我AI 这个影像辨识的这一个扩充模组 你可以做什么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